大家好,我是张瑶 今天来聊一聊台湾的防疫成功 那他又能给全世界这些在疫苗普及之前 疫苗普及施打之前防疫极为失败的国家什么样的启示 尤其是像加拿大这样的 在疫苗普及施打之前防疫极为失败的国家 更应该向台湾去学习 但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是呢 我只看到像日本的媒体在学习台湾的经验 那其他国家的媒体对于台湾的成功经验 这一次甚至是不怎么去报道的 那大家都在急于吹捧自己国家的疫苗施打 是如何的迅速,如何的普及 但是似乎所有人都忘记了 说武汉肺炎本身 那么现在大家普遍认为 它应该是在实验室内产生 那当然有人认为它是无意之中泄露 有人认为它是有意泄露 但是不管如何 它是在实验室中产生的一粒病毒 那么最终造成了全世界的大流行 那么当这种事情在发生第二次的时候 如果大家没有人去讨论说 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如何控制疫情 那我不晓得大家要怎么应对第二次的 另外一个病毒的全球大流行 那因为到了那个时候 疫苗仍然不是唾手可得的 大家仍然要再熬个一年一年半才能打到疫苗 那在这中间的所有的人命的损失 经济的损失 这一切的损失 似乎现在的世界并不去讨论说 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 在没有疫苗之前的失败的疫情的应对 也没有太多国家去想说 台湾现在台湾就是做到了说 在疫苗没有普及的施打之前 达成了防疫的成功 那么这件事情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那至少就我看到 就我看到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做到这一点 我们大家当然会说到很多 这个防疫非常成功的国家 但是他们都跟台湾最开始的 那个时候是一样的 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做好了 非常好的边境管控 它让这个疫情没有进到 这个国家内部 比如说新西兰 但是像台湾这样 在今年的五月中旬的时候 它每天的确诊都能达到五百多例 是达成了一定规模的 造成了一定规模的社区感染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 居然能够在仅仅两个月之内 就我看到今天的数字是28例 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数字 那这是我唯一能够见到的 能够做到的 只有台湾 好那台湾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我是看到日本的这个报道 它是认为说是因为台湾是防疫优先 那政府遵从专家的建议 那我想它主要是出于日本的立场 它因为日本并不是完完全全的防疫优先 日本总是考虑到这个奥运会啊 还有经济啊 所以有点犹疑不定啊 就是在这个防疫的决心啊 于照顾这个奥运会和经济之间摇摆不定 那它是从这个立场上认为 这是台湾防疫得以成功的原因 那么我身在加拿大啊 那么我可以说这绝不是台湾防疫 唯一成功的原因 因为加拿大的防疫的决心 也是非常非常坚决的 当初魁北克的时候 停掉了所有的非必要营业 就是所有的非必要的商业 强制性的停止 这可是比台湾的这个防疫的手段 我个人认为啊 还是还要剧烈 因为当时魁北克的情况是 明面上的确诊数字 只有几十例 只有几十例 都没有达到上百例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 要这个停掉所有非必要的商业了 我觉得这个决心还是很大的 那后来加拿大防疫 为什么仍然失败 有很多原因 那我个人觉得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加拿大的学者 是听信了WHO的这个说法 而加拿大的学者又极为傲慢 他也不愿意去听取台湾的说法 甚至到了现在 就是到了目前为止 加拿大的无论是政府 还是民间 还是学者 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些 绝大多数的这些媒体和议员 大家都在沾沾自喜于说 加拿大打疫苗是如何的快速 加拿大人就是 是多么的遵守规则 没有人再去讨论说 在疫苗普及施打之前 加拿大的防疫是如何的失败 那所有的人都把这口锅 扣在了民主头上 说那我们又不能像 共产中国一样 这个用铁链把人锁起来 也不能像朝鲜一样 把确诊者枪毙 所以说加拿大 在疫苗普及施打之前的防疫失败 是理所应当的 那这种说法 完完全全 跟台湾只要一对比 就能知道 这个加拿大的这种说法 是完完全全非常 不负责任的 那台湾并没有 用铁链把人锁在屋子里面 台湾也没有贴出一条横幅 说出门打断腿 这个环嘴打断牙 台湾也没有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 道路挖开挖断 台湾并没有像共产中国这样 不许持共产中国护照的中国人 回中国 那共产中国那个时候可是说 你哪怕是死在外头 你也不能回中国 那这些在海外滞留的中国人 他们有的人根本没有合法的 在当地居留的身份 那他一旦染疫 一旦感染上武汉肺炎 他这种高昂的医疗费 他都没有办法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 共产中国都不让这些人回国 台湾从来没有这样对待台湾人 台湾没有做所有朝鲜 和共产中国所做的事情 但是台湾防疫成功了 但是台湾防疫成功了 所以说像什么意大利呀 加拿大呀 这些防疫不成功的国家 千万不要把锅扣在民主头上 锅不是民主的 国是你加拿大的 就是你加拿大没做好 就是加拿大没做好 那我大概看了一下说 加拿大为什么做的不如台湾 为什么失败 我大概觉得其实有几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大家讨论的可能不是太多 当然就是我这里就不再去说 最早的时候听信了WHO的谎言 听信了共产中国的谎言 不去做这个边境管控 这一块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这个说的太多 大家都在说 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很多人现在都忘记了 就是说早 就是在最早的三四个月内 加拿大的专家学者 反复的声称说 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 然后突然之间又说 所有人都要戴口罩 像到了现在 就是说仍然在这个封闭的室内 公共场合仍然是要戴口罩的 当时的这个政策 前后转折的时候 加拿大的学界 包括加拿大的卫生部门 没有任何人出来道歉 说我们错了 没有 没有任何道歉 没有任何反省 就是我们姑且不说 这个这种反复本身 所造成的 这个信任上的一种伤害 就整整这三四个月 所有的潜在的确诊者 完全通伪戴口罩呀 他们就完全就在外面 这样跑啊 这样就说 潜在的携带病毒 但是并没有发病的这些人 就这样 所以说他的疫情控制失败 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 一方面就是他虽然停掉了 所有非必要的商业 但是你居然 不要求健康人戴口罩 那你这就等于说 是这完全没用吗 这完全没用啊 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 就是说绝大多数国家 在疫情升温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都放弃了 这个接触者的追踪 都放弃了 比如说加拿大 当他达到了 我记得是每天达到了 就上千例确诊的时候 基本上就放弃 接触者追踪了 你像多伦多职业就 安省是直接告诉大家 说我做不到了 我知道这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我做不到了 所以应该说台湾的疫情 一直控制在了 没有失控到 无法去做接触者追踪的 这样一个状况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把疫情分级的话 就是第一级 就是零散的社区感染 就是属于从边境里面进来的 这种没有大规模群聚的 零散的社区感染 这一个层面的控制 你比如像新西兰这样的国家 它就很成功 然后你到了第二级 就是说台湾走到了第二级 就是说已经开始 发生一定规模的社区感染 那么台湾用两个月的时间 把它扑灭了 把它控制下来了 但是等到到了第三级 我相信就是到了说 无论你多么努力 都无法去做 这个接触者追踪 到了这个阶段 我相信可能就是 连台湾可能都不会有办法了 所以说台湾在 把它卡在了第二个阶段 压回了这个第一个阶段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也知道就是说 台湾的经济 还是尤其是像这种 健身房啊 餐馆啊 大家的损失也非常非常严重 但是这真的是 没有办法的事情 就大家看一看 加拿大的状况 就如果你一旦 疫情爆发到了 无法去做 确诊者追踪 那就真的就没有任何办法 你就只能靠大规模的施打疫苗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疫苗施打 见效是要需要时间的呀 你施打完疫苗 你姑且不说 你需要的这些个人力 你的护士 你的医生 你所有的这个人力 你姑且不问 不论这些东西 就是你疫苗施打下来 它起效也要14天 第一剂疫苗 起效施打要14天 第一剂和第二剂疫苗 中间要隔一个月 然后第二剂疫苗 再起效还要14天 就是等于说 你疫苗施打完 从第一剂疫苗施打 一直到你彻底的获得防护 中间要隔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的时间 你这两个月要死多少人 你这两个月要死多少人 所以说 这个台湾的疫情防控 它是迫不得已的 它没有办法 它必须要有非常大的这个决心 去做出这样的经济上 一定的这个牺牲 才能够把它压下来 这个甚至跟疫苗施打 都关系都不是特别大 你现在的疫苗施打 是为了两个月后的台湾 是为了两个月后的台湾 能够 就是说 如果再出现群聚的话 再出现破口的话 不至于像 我们月中旬的时候 发展的这么严重 但是这一波疫情 要压下来 完全是靠两件事情 一个是这个接触者的追踪和隔离 另外一个就是这样的大规模的这个 停止很多的活动 停止很多的群聚的活动 这只能靠这两点 那就像我说的 加拿大在这两点做的都非常的糟糕 那就是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这两点做的非常的糟糕 一方面 疫情快速的发展 导致它无法做出有效的接触者追踪 另外一方面 它把所有的这些商业强制关停 经济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人民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但是同时呢 又坚决的相信说 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 不需要戴口罩 所以大家也不戴口罩 就只是保持两米的距离 照样说话 一样感染 一样感染 像我就有认识的人 就是他们 就是在这个户外的时候 他们钓鱼的时候 交谈就感染了 那你要按照加拿大的这个 当时那个时候的规定 是说你在户外 可以不戴口罩 只要保持距离就可以 那他们交谈时间长了 不戴口罩 哪怕是在户外 照样感染 因为你这个户外 它防止的是这个 这个就是说 这个阳光它能够杀掉 这个物品表面的病菌嘛 它防止的是这一块 那是你面对面的交谈 你哪怕隔着两米 那你说到这个性起 那你一样会感染的呀 因为两个人都不戴口罩嘛 在户外不用戴口罩 就这么感染的 那这个感染的这个人 那他是非常非常严重 是进了这个ICU的 进在ICU里面 待了70多天 才出来之后 这个肺的功能 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那就是终生都 要付出这个代价 那就是因为 这一切就是因为 加拿大的这个学者 专家和这个卫生部门 声称说 这个健康者 健康的人不需要戴口罩 问题是携带病毒的人 他以为自己是健康的 他也不知道自己感染了呀 因为还没发病嘛 甚至有的人 他根本就不发病 那你所有人都不用戴口罩 就这个结果 就是这个结果 付出了这么大的这个代价 但是最可悲的是 到现在 加拿大的 这个政府 媒体 学界 我都没有看到太多 反省的声音 那么我也希望 台湾这么一个 非常非常成功的 这样的一个防疫的故事 能够被更多的媒体 所报道 能够被大家所关注 那让全世界能够去反省自己 过去所犯下的错误 也为下一次的 有可能的大流行 做好准备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武汉肺炎病毒 它是在实验室里面产生的 那不管是有意泄露 还是无意泄露 你都不能说 它一定不会再发生 你都不能说 它一定不会再发生 那它再发生的时候 我相信台湾准备好了 我相信台湾是非常非常 准备好了 但是加拿大没有准备好 我可以百分之百的 确定这一点 加拿大根本没有准备好 我相信 世界上很多国家 都没有准备好 但他们又不肯 向台湾来学习 我觉得这是非常 令人忧心的一点 那像台湾 甚至包括它在IT上面 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这个简讯实验制的 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 因为在加拿大 包括世界各国 它都推出这个APP 它的这个 就是说会提醒你 你这个距离多远的这个人 有可能有确诊病例之类的 但是它是有这个隐私问题的 因为它是在你手机里面 下载一个APP 然后你的这个所有的 这个行为的这个路径 都在这个APP里面记录下来 因为它只有这样记录下来 它才能够提醒你 你有可能 你的这个路线中 有这个确诊者 你有可能接触过 确诊者的这个可能性 那么这个APP 一旦被像共产中国 这样的非常优秀的 国家级的黑客 它攻破 那你整个所有的 你的这个行踪 一切那都是会被窃取 所以说我当时 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我都没有下载这个APP 如果当时在加拿大 有这个简讯实联制的话 那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它不是在你的这个手机里面 去存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它甚至就是说 这个整个的这个简讯 在未来它也会被删除掉 那它也不会留下任何 可以被共产中国去窃取的这个资讯 对于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 都比这个下载这个APP 是更放心的 这样的一个进行 接触者追踪的一个方法 那我就觉得全世界 对于台湾的这个成功案例的 这个关注和研究 很明显是非常不够的 非常非常糟糕 我无论是用中文 还是用英文去搜索 都发现没有人 没有什么人 没有什么太多的国外的媒体 在关注这一块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台湾人 应该要去看一看 其他国家的这个非常悲惨的故事 就能够知道台湾能够做到现在这样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真的我不认为 加拿大的政府或者学者或者民众 或者美国的政府学者民众 是故意要让这个国家死这么多人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者 会这么去做 但是真的 你能够说在疫苗没有施打到一定程度下 能够把疫情控制下来 不是一个决心就能够做到的事情 真的不是 不是说我愿意去付出经济这个代价 我就一定能成功 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个样子 像加拿大它真的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但它成功了吗 它没有 它还是失败了 只要有一环失败 你就一定失败 你的专家学者听信了错误的建议 比如说这个口罩 你这个疫情已经发展到 不可能控制下来 你这一切 你哪一个条件不符合 你就一定失败 注定失败 所以说台湾的成功 它是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对 它是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对 你才能够成功 那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觉得大家真的 还是要支持蔡英文总统 支持陈时中部长 支持台湾的防疫团队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方便的话 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 请你点赞 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 拜拜